记者罗天宾台北报道,美国等多个友邦长期向台湾采购轻兵器及步枪子弹,增加我国库收入,国防部副部长张关群今天在视察军备局第205场时,胜赞205场在研制枪,但,药方面具有高度专业及优异品质,产品更外销国际市场,不仅增加国库收入,也成为另类台湾之光。 张关群今日前往高雄地区,代表总统蔡英文及部长颜德发,市导军备、军医单位,靠卫同仁工作辛劳,祝贺他们秋节愉快。 军文社报道指出,张关群上午先后前往国军高雄总医院,军备局第205场,向单位同仁转达各级长官未免执意,并颁发团体加菜金,肯定他们长期投入国军军阵医疗。 军备研发生产的努力与贡献,曾任中科院厂的张关群相当关心军备研发生产工作,除听取205场简报,并携干部进行深入研讨。 尤其该厂在研制枪、但,要方面具有高度专业及优异品质,产品更外销国际市场,不仅增加国库收入,也成为另类台湾之光。 对此,张关群表达肯定与赞取张关群并欺免通人,持续更新厂库生产设备,精进生产品质与效率,同时广拓行销管道,将我国国防自主成果向外推展,为国家作出具体贡献。 另外,张关群在市岛高雄总医院时,也探视受伤疗养的中正与小陈性学生,颁发家属慰问金,转达言部长关怀慰问之意,并与家属误谈调解需求。 张关群只是相关干部,务须持续提供完整医疗照护,以及法律咨询等事宜,以协助受伤学生早日康复,保护个人权益。